梅山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但住家颇为舒适 一个现代诗人曾描述梅山 他说梅山镇上街道整洁 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 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的行业 因为临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 都来这个地方采购荷花 人在街上步行的时候 会见到路旁有许多荷花池 花朵盛开 香气袭人 在沙湖巷 有一座中等结构的住宅 自大门进入 迎面就是一道欺有绿油的隐蔽 使路上行人不至于看见住宅的内部 隐蔽之后出现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 在房子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梨树 一个池塘 一片菜棋 在这个小家庭花园之中 花和果树的种类繁多 墙外是千百干翠竹构成的竹林 宋仁宗幼景三年 1036年12月19日 在这栋房子里 一个婴儿脚踢着墙宝的包布 发出了提声 自从第一个儿子腰折之后 这个出生的婴儿 变成了这家的长子 现在在这里 趁这个婴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也可以说只像其他婴儿一样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利用这段时光 把这一家大概看一下 不过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日 先要说一说 不然会使一些外国朋友感到纷乱 在中国 小孩出生便是一岁 这是由中国人历来都愿早日 达到受人尊敬的高龄的缘故 第一个新年一到 人人都长了一岁 那个婴儿就是两岁 根据中国的计算法 一个人在他生日前来算 他总比实际年龄大两岁 在生日之后算 总是大一岁 在本书里 年龄是按西方计算的 不再精确估计生日 不过再论到苏东坡 还是要顾一点精确 因为他一降生就是一岁大 那是十二月十九日 在新年来临 他已经两岁大了 实际上他还不足半个月 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年末 按中国年岁计算 他总是比实际年龄小两岁 关于他的生日要说的第二件事 他的降生是在天蝎宫之下 照他自己的话说 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 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 他总是谣言的见舵 太好的谣言 他当之有愧 太坏的谣言 他无端受辱 这种命运和韩玉的命运相似 韩玉降生也是属于同样的星座 韩玉也是因固执己见而被朝廷流放 在那栋庭院中 一间屋子墙的正中 挂着一张仙人的画像 画的是八仙中的张国老 婴儿的父亲苏巡 现年二十七岁 正是一生中精神上多灾多难的岁月 他在市场上看见这张画像 乃用一只玉镯子换来 在过去的七年之中 每天早晨 他向这幅张国老相祷告 数年前 他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女孩 再生的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 他过去一直盼望生个儿子 现在是如愿以偿了 他必然是非常快乐的 并且我们也知道 当时他正在饱受屈辱折磨 痛苦万分 苏家总算是个小康之家 自己有田产 也许比一般中产之家 还较为富有 家中至少有两个使女 并且家里还能给苏东坡 和在他之前的姐姐 各雇佣一个奶妈 等弟弟苏哲生下时 家中还能再雇一个奶妈 这兄弟二人的两个奶妈 按中国的习惯 要一直跟他们照顾到成年的孩子 过活一辈子 苏东坡一降生 祖父仍然健在 正是六十三岁 他祖父以前年轻的时候 生得高大英俊 身体健壮 酒量极大 慷慨大方 后来苏东坡已经成为 当代公认的文坛泰斗 官居汉林学士 家已经移居到 开封城皇宫附近 一天几个至交与 仰慕他的人前去拜访 正好那天是他祖父的 受诞之日 他就开始向来客 讲述这位怪老头的 几件趣事 老人不识字 但是人品不凡 那时他们正住在乡间 自己广有田地 他祖父不像别家那样 储存十米 却以米换骨 在自家骨仓中 存了三四万弹之多 别人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 随后荒年欠收 他祖父乃开仓散良 先给他自己的 尽族尽亲 然后才轮到 他妻子的娘家人 再后给他家的殿农 最后给同村的贫民 这时别人才知道 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 因为稻谷可以藏数年 而稻米天朝的时候 则容易没坏 他祖父衣食无忧 忧哉游哉 经常携着一壶酒 与亲友在青草地上 席地而坐 饮酒谈笑 以消遣时光 大家饮酒高歌 让规矩拘谨的农民 都大为吃惊 一天 老汉正在喝酒取乐 重要消息来了 他的二儿子 苏东坡的叔父 已赶考高中 在临近还有一家 儿子也是同样考中 那是苏东坡的外祖母 成家 因为苏城联姻 所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成家极为富有 算得上有才有势 早就有意大事铺张庆祝 而苏家的老汉 则没有这个意思 知父莫若子 苏东坡的叔叔 亲自派人 由京城 给老人家 送上官家的喜报 官衣官帽 上朝用的护板 同时还有两件东西 就是太师以一张 精美的茶壶一个 喜信道的时候 老汉正在熏熏大醉 手里攥着一大块牛肉吃 他看见行李袋里 露出官帽上的红扣子 一下子就明白了 但是当时久力未消 他拿起喜报 向朋友们高声宣读 欢乐之下 把那块牛肉 也扔在行李袋里 与那喜报官衣官帽 装在一处 他找了一个村中的小伙子 为他背行李袋 他骑着驴往城里走去 那是他一生中 最快乐的日子 街上的人早已听到 那个考中的消息 等一看见 鸣鼎大醉的老汉 骑在驴背上 后面跟着一个小子 扛着一件怪行李 都不禁大笑 承家以为 这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 而苏东坡则说 只有高雅不俗之事 才会欣赏老人 质朴自然之美 这老汉也是一个 思想开通的人 一天 他在大醉之下 走进一座庙里 把一尊神像摔得粉碎 原来他早已对 那尊像怀有恶感 并且那尊神像 全村人都很惧怕 更可能的理由是 对那庙里的庙柱 存有敌意 因为他常向信徒们 勒索钱财 苏东坡的酒量 倒不是由祖父那里 继承而来的 但是他的酒趣 则是得自祖父 以后不难看出 这位不识字的老汉的 智慧才华 原是在身上 身藏不露的 结果却在他 儿子的儿子的身上 光荣灿烂地盛放了 身心精力过人的身后 胸襟气度的开阔 存心的存厚正直 确实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 苏家在当地兴起 和别的望族世家的兴起一样 也是合乎无限的差异变化 与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的 对于苏东坡外婆家的才质如何 我们还没有证明 但是苏城两家血统的偶然混合 不知在何种情形之下 竟然产生了文学天才 此外 祖父对他孙子的文学生活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只是有一点 祖父的名字是旭 当年对一个作家而言 这却是最为难的事 因为苏东坡是个名作家 必须写很多旭 苏东坡如果用旭这个字 便是对祖先失去尊敬 于是他只好把他作品中 所有的旭都改称之为隐 不称父母与祖父母的名讳 在中国是很古老的风俗 有时候十分麻烦 尤其父亲的名字 是很普通的字的时候 是最为难的 在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 司马迁黄黄巨著中 我们找不到一个坛字 因为坛是他父亲的名字 有一个人名叫赵坛 司马迁竟擅自改为赵通 同样 后汉书的作者范叶 必须避开他父亲的名字太 所以今天我们在他那 一百二十卷的大作中 找不到一个太字 诗人李敖的父亲明金 于是这位诗人必须用一个古字 代替现代这个普通的字金 这种禁忌是由晋写当朝皇帝名字的禁忌而起 科举考试的时候 考生的名字中 如果有一个字与当朝已驾崩的皇帝的名字相同 则被逐出考场 可是皇帝通常总是称年号或世号 而不称名 所以就有不少考生忘记了皇帝的名字 而真被逐出考场 有时一个皇帝也会在这方面犯了禁忌 因为谁也不易随时记着时代祖先的名字 一次一个皇帝一时没记清楚 在给一座亭子起名的时候用错了字 忽然想起来犯了禁忌 勿用了祖先之名 于是刚为那个亭子颁刺了名字 立刻又改换 苏东坡的父亲苏巡 天性沉默寡言 就其政治上的报复而言 他算是抑郁终身 不过在去世之前 他想追求的文明与功名 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出现了 苏巡 孩童之时不一定非要专心学习 事实上苏巡在童年并非没有读书作文学习的机会 而似乎是苏巡个性强烈不服管教 避佑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方式 我们都知道好多才气焕发的孩子确实是这样的 如果说他在童年时根本没有读书写字作文章 恐怕这不是事实 他年轻的时候必然给成家有足够好的印象 不然成家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 另外同样令人惊异的是 他晚到27岁才发愤读书 而能文明大造 他的名气没有被他才气纵横的儿子的名气所掩盖 这是极其不寻常的事 大约他得了长子以后 自己的态度才严肃起来 追悔韶光虚致痛自鞭策 他看到自己的哥哥 自己的内胸 还有两个姐夫都已经科考成功 行将为官作例 因而觉得含羞待溃 脸上无光 这样的事情 即便平庸之才都会受到刺激 对一个天赋智力如此之高的人 当时的情形一定使他无法忍受 今天由他的文集中所表现出的才智看 我们对此是不难了解的 在苏巡给他的妻子的记文里 他表示妻子曾激励他努力向学 因为那位成家小姐 是曾经受过充分的良好教育的 祖父对他儿子并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做什么 在他眼里 他这个儿子 无论从哪方面看 只是一个倔强古怪的孩子 虽有天才 却是游手好闲 不肯正用 有朋友问他 为什么他儿子不用心读书 而他也不肯管教 他很平静地回答说 这个我不发愁 他的话暗示出来 他那财气焕发而不务正业的儿子 总有一天会自知犯错 会痛改前非 他是坚信而不移的 四川的居民 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 积井善辩 有自持自治的精神 他们像偏远地区的居民一样 依然还保持一些古老的风俗文化 由于百年前 本省发明了印刷术 好学之风 勃然兴起 在苏东坡的时代 本省已经除了不少的官员学者 其学术的造诣都高于当时黄河流域一带 因为在科举时 黄河一带的考生都在作诗方面失败 成都市文化中心 以精美的信尖 四川的锦段 美观的寺院出名 还有名记 才女 并且在苏东坡出世百年以前 四川还出了两个有名气的女诗人 那些学者文人在作品上 不同于当时其他地区文章浮华虚视的先例风格 仍然保有西汉质朴求见的传统 在当年也和如今一样 四川的居民都喜欢争论 酷爱雄辩的文章 甚至在中等社会 谈话的时候都引经据点 富有妙语加趣 外省人看来都觉得充满古雅精美的味道 苏东坡生而变才无碍 口舌之争绝不甘败下风 他的政论文章清晰而有力 非常人可望其项背 几度与邪魔鬼怪的争辩自然更不用提了 苏东坡和他父亲被敌人攻击的时候 都比之为战国诡辩游说之事 而朋友则誉之为有孟科文章的雄辩之风 就因为这种理由 梅州人遂有难以治理之称 苏东坡有一次辩称 这个地方的居民 不同于教养落后的地方 不亦为州官所欺 世身的人家 家家都有法律书籍 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 儒生都力求遵守法律 也要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 州官如若贤良公正 任期届满的时候 县民必须画他的画像 挂在家中跪拜之 明之于心 五十年不能忘 当地人像现代的学生一样 新教师出道任 他们要对他施以考验 州官如果内行干练 他们绝不借顾生非 新州官如果有扰民傲慢的地方 以后让他为难棘手的事多着呢 正像苏东坡所说的 你说梅州的老百姓难治吗 其实并不难治 恰恰是你这个当州官的 不知道如何治理罢了 在梅州那些移风古俗之外 民间还发展出一项社会的门阀制度 著有名声的世家列为甲等乙等 而称之为江青 江青之家不与普通人家通婚嫁 只要对方非江青一等 再富有再有势力也不能通融 另外农民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风俗 每年二月农民开始下田工作 四月份以前拔出野草 农民数百人共同动手 选出两个人管理 一个人管中漏 一个人管鸡骨 一天的开工收工完全听从鼓声 凡是迟到与工作不利的人 都要受到处罚交纳罚金 凡田多而工作少的人都捐款归工 收割完毕之后 农民都过来庆祝盛宴 击破陶土做的钟漏 用所收的罚金与指派的捐款 购买羊肉美酒 共庆丰收 这项典礼开始的时候 先祭农神 然后大吃大喝 直至幸尽 才各自回家 我们下期见到